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我們的隱言人Jaser 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 待會中間是我們的羽壇人 那我們先稍微逐一為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在台上的各位嘉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Jaser 他非常的辛苦 Jaser待會我會幫我們介紹 以及待會做壇會的整個過程 大家盡量的發揮你的創意 你的想像力你的需求 把你覺得為什麼工程師會做哪些事情 需要做哪些事情 或者工程師究竟在這些科技公司裡面做哪些事情 大家的問題可以盡量拋出來 那台上我們有軟體硬體的公司 都會盡量回答各位 那我介紹一下台上的其他的羽壇人的貴賓 第一位是來自於RS Components的Erik 第二位是我們KKBus的DK 第三位是BizNet的小豬 第四位是來自雅部的Winnie 第五位是QNAP的YT 以及第二位是VPone的Austin 以及第七位學而來課的鄭漢林正先生 好想必大家都吃飽點心喝過一點茶水 準備來開始今天的說談會 那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引言人Jaser 在座的各位長官朋友們大家好 我叫黃慶群 然後你可以叫我的王密稱叫Jaseyavi 顧名思義就是我以前在做交往的社會賽 十幾年前 然後大概就從大概十幾年內吧 我就開始做嵌入式的產品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成功大學教書 然後也在一些公司 比如說像聯發課當顧問 那我自己也在 自己來做一個新的事 在做醫療電視 我覺得我做了十年的手機的開放經驗 也許可以到別的地方 那如果在座有什麼朋友有什麼想法 歡迎教練 謝謝 好 那Jaser 簡單自我介紹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引言人 然後引言人會帶我們大家 先分別介紹各位 我們的語彈的來賓 現在把時間交給Jaser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 第一個下午還是不要講太多演講 是不是 我覺得學養要補充一下 那我們這次我覺得滿有趣的 好我從第一屆Costcom的參加到現在 我覺得辦這樣很溫馨 其實滿有趣的 我覺得第一次辦Costcom的時候 那時候在台大 然後就是 呃 可以給很溫馨的場合 加上就這麼大 欸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的辦大 就是一個很溫馨的場地 然後大家就是在 你知道就是開發者啊 跟那個 所謂的開發者跟使用者 其實是沒什麼一樣的 就是比方說 那時候在討論中文輸入法問題 那就 台上就會有開發者或使用者 有一個問題 等下就有開發者 當場就改問題 改這個解決問題 我覺得真的滿好的 那後來這幾年 不然我幫他們變大 因為沒有很多廠商在 就是包含戰略廠商 還有很多商業公司 甚至是 國內外的一些 各種團體 都幫他們關注我們這個項目 那 我覺得這是 這是很正面的訊息 那 這次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從 RS Component 你可以看到說 從一個就是 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硬件 硬件的公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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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這個Oversource的 扣入的題材 然後 我們接下來會讓 哪位講者 哪位 哪位語會的那個 嘉賓 介紹一下自己 請 好 各位好 我是來自 RS Component 香港班的 Eric 今天我主要來為大家 在我 國語的語言上 帶來一些笑點 希望 聽得懂我的語言 基本上 我 RS Component 是一家 原件的 發理箱 但是 我們自從 三年前開始 我們 集中於 這是怎麼樣推廣 我們的 硬件下面的 效率 我們基本上 就是 希望提供很多 不同種類 可以為工程師 可以提高他們的 效率 提供他們 在設計上面的 一些需要 所以我們 在過去三年來 我們 推出了很多 不同的 免費資源 比如說 鞋座工程師 在選擇 原件上面的需要 我們的目錄書裡面 我們有帶領 大概五十幾萬種的 產品 大概有一半 都是跟電子類有關 所以 大概在 二十幾萬種的 產品之中 我們有 大概有十萬種 我們的原器件 都已經為工程師 通過我們跟 原廠的合作 我們把他的 比如說原理圖的 符號 跟一些 Footprint等等的 資料 全部都是 變成了一個 免費的資源 放在我們一個 工程師的社區上面 所以我們 RS除了是 有一個 面向 一個 做 採購 人員的 一個網站 就是 RS Components 自己的網站以外 我們也有一個 叫 Design Spark 的一個社區 Design Spark 本身就是 沒有什麼價格 沒有他們 沒有這些 商業化的 一些資料的一個網站 它本身就是一個 讓工程師來 交換 在技術性的平台 一些 技術的一個網站 上面 就有很多不同的 免費的資源 從那個 剛才提到的一個 十幾萬個 原器件的 模型庫 到那個 免費的PCB 畫圖的軟件 甚至 到那個 三維3D的 模型的 資料庫上面 我們都放了在這個 工程師的社區上面 而且呢 我們就通過 那個 上面有一些 社交網站的 交流的 平台 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了 很多中文的資料 我們都是 通過我們在 不同大學裡面的 合作 把一些 學生呢 一些工程師 他們用的 像 Arduino Raspberry Pi 等等的平台 所做出來的 作品呢 我們也放在這個 Design Spark上面 做一個分享 所以基本上 我們ROS 經濟開始就 經常參與 這一類的 像 Make a Fair Open Source的 這些活動 最主要就是因為 那麼多的 免費的資源 免費的 設計的 資源 跟工具 為什麼我們 不能夠把它 變成為 可以為 那個 Open Source的 一個社區 上面可以做一些 貢獻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 通過那個 Tesign Spark這個 網站 跟很多 我們變成為 數碼化的 一些資料 希望可以在 台灣 甚至整個 亞洲裡面 可以把這些 免費的資源 可以提供給所有的 原創者 所有 有創意的 程式 那 RES呢 也同一時間 做為很多 很多 硬體的 平台上面的 一個供應商 比如說一些 剛才提到 非常之流行的 RESPRE PI 我們今次呢 就非常之 榮幸的 邀請到那個 RESPRE PI 本身一個基金會的 設計這個 IC 的 一個工程師 他就是 Naren他明天 為國來跟我們做一個 介紹RESPRE PI 整個技術 跟他 未來的一個 方向 一個分享會 這個就是明天會 提到 而且呢 RESPRE PI 在基金會 為什麼當初 會決定跟我們 RES合作 最主要 都是看得到 我們有 那麼多的 免費資源 也剛好就是 配合他們的 基金會的 理想 就是說 希望有一個 非常之低成本的 一個 在硬件上面 對於 怎樣可以 培訓多一些 新的未來的 學生 尤其是在電子工 工程上面 在電子工程上面 可以多做一些 創意的工程師 我們 RESPRE PI 比如說 他有很多的 中文的教學資源 短片 視頻的短片 我們都放了在 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的YouTube 全門的網站 而且當然 在我們的 Design Spark上面 也有很多 這樣子的資源 所以基本上 RX Components 今次過來參與 這個 Open Source的一個活動 Costco的活動 都希望可以讓各位 可以通過這兩天的 不同的 演講 之中 可以知道 我們其實有很多 免費的 PCB的 設計資源 三維的 設計資源 而且呢 甚至很多的 圓裡圖的 圖庫啊 等等 都可以免費 從我們的一個 網站上面 可以用得到 所以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這個RX 那我們明天來議程 非常的期待 謝謝RX 謝謝 大家好 我是Katebox TK 我們家做網路音樂 做蠻舊的 做舊名 那 其實我們 我們的產品 蠻多人應該都知道 我們在做 跟 唱片公司 還有 藝人 還有 消費者之間的一個橋樑 那我們會希望說把 Katebox裡面的 好的音樂 讓使用者 可以很方便的分享到 因為現在使用者 越來越少 去唱片 去唱片行 買City嘛 因為走出去 不是阿宅科技 大家習慣就是 在網路上可以取得 那 取得的話 越方便越好 那有核發的管道 可以支持創作者 其實是對使用者 也是一個 他們的希望 那 Katebox就大概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家就是 大概從九年前的時候 老闆就開始 有這個發願 所以他就跑去 當年還蠻多 盜版音樂 皮革的東西 在網路上發展 那 當時就很依然 覺得很跳下去 做 做合法的 那 也蠻辛苦的 就是做了蠻久以後 才慢慢 讓市場上 接受我們 對 那這個就大概是 Katebox做的事情 其實我再講一分鐘 就這樣 好 那我還是把時間 空出來 謝謝 謝謝Katebox 大家好我是 一個幫小豬 一個幫 其實跟 Katebox差不多 也十年了 我們從2003年到現在 然後 終於在 前陣子 我們Elisa的排名 衝到了台灣的第五名 就是前面只剩下 那個 Yahoo Kat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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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這段時間 我們其實一直想做的就是 努力做好 讓 使用者 有一個最方便的發表平台 不管是 相簿或 或者是 博弱格 那這段時間 我們也做了一些 調整 我們從原本 給你一大包的 你申請好一個帳號之後 給你一大包一堆的複雜功能 慢慢的 就我們拆出來 我們有個新的產品 叫做App Market 其實它的概念 就很像是 你在 你用iPhone 或者Android Android Phone的時候 還有Google Create 或者是 App Store 那你就是在上面 選擇你要的功能 去 去安裝 然後 譬如說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美食的作家 我是一個旅遊的作家 我可能就需要Google Map 這個功能 但是 我如果只是一個 小時候的作家 我可能就不需要Google Map 在發表文章 都不需要Google Map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要的 你要的功能 在上面 那 接下來 我們就是希望 透過App Market這個平台 其實 這是一個私心 因為 當初 希望做App Market這個平台 是因為 工程師有個 有個 不好的特性 就是 做完東西之後 就直接推上去 但是 當做 做久了 然後常常會有些Bug的時候 老闆就開始罵 就在盯 然後所以 很多東西都要跟著 產品流程來 然後 然後 你要先提 婆婆說 然後你要有測試 包包包包包包 然後 但是呢 有App Market這個平台之後 工程師 就是工程師一大福音 因為你做任何東西 你只要 你高興 你只要你覺得 這個東西 使用者可能會想用 他就 他就在那個 他就開發出這個小工具 然後 放到那個 App Market的平台上面 然後 讓使用者自己選擇 要不要安裝 那 接下來 也就是這樣子 讓 滿足了很多工程師 他們 不斷的想要 想要去做新功能 以及 嘗試新的 新的 新的 一些 發展 讓他們有一個發揮的地方 那我們 在 之後 在那個 App Market的架構 再調整更完整一點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 把它提供出來 open 給 其他的 不是只有 Pisnet的 programmer 而是 所有的programmer 都可以 來利用 Pisnet的 User Data 或者是 這些framework 來共同創造出一些 好玩的東西 讓 讓這些 使用者可以直接安裝之後 就可以 玩 那這大概就是 在Pisnet裡面 一些 一些 發展的 發展的 一些想法 這樣子 謝謝 我也沒用完時間 謝謝 我這個設計是隨機的 請供菜場 好 大家好 我是Winni 我是從雅虎來的 然後我被要求要走家裡 所以都會發現我今天道具很多 那我只有五分鐘 不過還有前面兩個沒用的時間 我可能可以用 雅虎可能在這個舞台上 雅虎是最老公司 雖然我們還算是很年輕 我們還沒有二十年 但是雅虎在過去幾年來 在很多 Service平台上給大家很多的服務 那大家要猜一下雅虎每天大概有多少人來嗎 大概 有沒有人可以猜 很多人 很多人 好 我們大概每天會有大概幾億人到我們的網站來 然後我們在所有的平台上 包括我們的search 搜尋啊 email啊 我們的media 還有我們的廣告的話 我們大概累積有大概上千億的user events 我們有這麼多data 那雅虎其實從事這些platform 最後追蹤周到的data 就是希望可以做更personalized的這些data 給我們的content 給我們的user 那我今天是代表我們的big data來的 所以雅虎其實有很多function 那在我們的big data呢 我們的工程師在做哪些事情 那我把它歸類成三大方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BI 這個大家也都聽過 business intelligence 大概就是在我們的所謂的商業智能上面 所以販子所有的reporting啦 分析啦 你可以想到的資訊啦 無論是內部的user 外部的user需要的 我們都會提供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data mining 那這大家應該就會扯到hadoop了 所以我們最近在hadoop上也有很多的成就 那data mining 我們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在這麼多 剛剛講到的這些資料裡頭 可以找到黃金 然後可以進了社會的user dumpor上的data 那最後大家應該知道 最近我們Marisa已經強調 我們要派100個PhD 就是要再把我們的science 再製造回來 所以我們做很多science mind modeling 做很多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 都是要去做很多 未來對data的prediction 那我想做data的 像myself 我自己 我對於prediction 啦forkasting 這是非常的有興趣的 BI可能就是given 你一定要給你的user 但eventually 你希望可以有這些資料 來forkast你未來 不管是在business端 或者是對你的user 有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這是我們data team 在整個global yahoo包括印度 美國 台灣大陸 在做的事情 那大概有上百位 工程師跟scientist ok 對不起我要看一下 小超 好 那我想要跟大家 再提到的是說 今天是Costco 所以open source 對yahoo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yahoo是在open source 裡面一個非常大的contributor 那不管是從hadoop 我們跟hortemwork 一起合作到目前為止 現在最新的yarn 2.0 跟我們的shark 跟storm 這些都是在yahoo 在裡面有放非常非常多的research 在裡頭 軟體 軟體開發的機制 包括svn gitter 或者是jenkins 我們也用很多這樣子的service 那剛剛小路在講 怎麼樣畫得也更好 yahoo走的是agile methodology 如果大家沒有聽過叫做明潔 明潔 開發程序 對不起我不會講中文 好 agile呢 需要工程師每天 離開公司之前 把你的code check in到你的code tree裡面去 不能break 任何別人的code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需要喜愛的東西 那就在六月底的時候 我的team member neo跟wise 早上有個session 我們的summit Hadoo submit 在美國 那我們的speech 是有被accept 所以我們在那邊做speech 所以落招了 他session 應該會看到我們的成就 跟努力 那最後我想要提到的是 YY Makito 這些都是yahoo 開始的一些 比較open source 在網站的framework 上的一些努力 那也回歸到 我們這個community 讓大家來使用 ok 那最後我剩一分鐘 我要來廣告一下 我們台灣data team 我們現在大力的在hiring 那我想要再強調一下 台灣跟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台灣有個很特別的服務 叫做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是台灣 Yahoo在台灣的樓頭 所以可以想像 我們的資料量有多大 剛剛我提到yahoo 所有的服務裡面的資料裡面 大概是好幾百個 petabyte 的資料 那是多大呢 大概有三十幾座的 美國國會圖書館 那美國國會圖書館 是現在全球最大最老 最多資料的圖書館 所以這是我們yahoo的所有的資料 那e-commerce有多少呢 e-commerce大家想像 新冠商業就across the street 大概新冠商業一個月的來客量 加起來是我們一天吧 我們有這麼多的來客量 所以這些資料到底要怎麼辦呢 你去新冠商業沒有人跟著你 所以沒有人知道你興趣是什麼 但來yahoo 我們不會知道你興趣在什麼地方 我們希望給你的product offering 是你要的 你daily habit需要的 所以來台灣的yahoo 的data team工作 你會創造改變你的user的daily habit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興奮 最有趣的地方 時間量好大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領導我們找到方向 聽到沒有 大家好 我是YT 來自QNAP QNAP 是台灣 目前還算蠻活躍的儲存設備廠商 我們也9歲了 2004年 所以目前來說 我大概也說明一下我們的scale 目前台灣我們大概有650個人 光裡面的SofiarMD大概有接近300位 那300位我們分為大概20個team 那這20個team其實做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QNAP一直都算是擁抱open source 同時也不斷持續的回饋open source 所以呢 我們一直很希望是說 在這上面 有更多跟各種不同的team 各種不同的community合作的機會 那以QNAP的R&D 剛剛講這300位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功能 因為QNAP跟也許跟其他的component 或是service公司不一樣的是 我們其實是一個系統的公司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軟體硬體 那包括機構 包括甚至包括生產製造 那這一全部所有的這些研發 都是由我們自己來in-house來做設計 相對來說這些R&D 我們特別重視的是收費這部分 那收費這部分呢 特別是在跟網路相關的一些occupation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的收費engineer 有相當多的程度 是在分析各方面來的這些requirements 從原本NAS這樣的一個產業 它其實是躲在這種大型的server後面 或是躲在一些比較屬於企業裡面 慢慢慢慢走到了比較前端 這些end customer所會每天會使用到的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也開始跟這些 不管是smart TV 不管是我們的手機 這些平板這些都開始連結 那這些連結呢 相對來說我們的工程師做的工作越來越複雜 我們要面對到的不單只是單一個平台 所謂的我們原線的這種儲存 不管是X86或是ARM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面對到的是iOS Android 面對到甚至包括smart TV上面 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2end的平台 那這些在我們的整個開發過程中間 其實比較exciting是 我們會接觸到太多太多各式各樣不同的平台 而且是很新的 大家也許想都沒想過的東西 像我們最近可能有那種 比如說Google的Chromecast 其實我們已經在開發上面的 相關的一些應用 那這些應用都圍繞在儲存這件事情 其實儲存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在未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10年 它會是持續的蓬勃發展 所以站在我們的觀點來說 我們希望說所有的應用都圍繞在儲存這件事情上面 那我們的工程師不管是自有的創新 或是來自於open source這邊 我們都會把它整合進來 來interview更好 變成我們這整個系統的一部分 同時讓這些成果我們會定時的去upstream upstream到各個project 大概舉個例子 以我們現在的NAS 現在看起來的NAS沒有很大 家用的 以一般一個Core i7的機器 我們的build machine 我們每天check out出來 到build完一整個分位 我們要花大概兩個鐘頭 也就是說每天要生產出我們所有機種的build machine 大概有差不多40台 那這40台呢 每天不斷地在生產這些分位 做daily build 那這些daily build 大概每天12個小時都不斷地在generate 那大家可以知道說我們這整個的這個分位裡面的複雜程度 已經目前來說幾乎已經是一個 算是具體而為的作用系統 所以我們也蠻希望說這上面 其實我們有相當多的 其實剛剛提到像hadoop 像這些scale up scale out 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處理技術 我們也不斷地在研究開發 所以呢 算是 也是廣告一下 就是說QNAP目前來說 我們大概還有100個以上的engineering的職權 各式各樣的職權 那我也還蠻希望說 在這上面的開發上面 可以有不斷地心血加入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蠻期待的是 跟其他在外面的 也許是 就是這種 算是organization 就是非營利組織 也好或是學界 我們也都蠻希望有相當的合作 不管是專案性質 或是甚至是這種以物易物說 我們提供我們的設備 提供我們的技術 然後大家一許就能開發一些專案 這都是我們目前在進行在做的事情 所以蠻希望說 在藉由今天的這個機會 其實Costalk 我應該是第四年來 我2009年也就在台大運手 有非常炎熱的那一次 對 我們就有參加 對 那一次其實我們就在講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APP開發 那到今天這樣講下來 其實我們這幾年努力下來 真的有相當加那麼多人共襄進去 所以蠻希望說接下來大家有機會 可以繼續加入我們的開發行業 謝謝大家 最後一個場景送你自用兩相贏 非常好 各位好 我是代表VPON 我是VPON的CTO 大家都叫我小黃 不過我今年 我今年是第一次參加Costalk 希望有機會 我們跟你們來參加 不過今天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今天我看到原來最小的一季的Costalk 參加者在後面 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如此 但是今天應該是 應該是過紀錄了吧 OK 不要嚇到妹妹 不要嚇到 大家請頭轉回來 頭轉回來 而且重點講話在這裡 不要嚇到妹妹 OK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做什麼 比起前輩們 我們公司算是比較細一點 創業到現在是五年左右 我們公司做的東西就是 對 就是各位現在智慧一手機 打開App最討厭看到的東西 就是廣告條 OK 那這個很實際 我們就是做這個東西 但是不可否認的 其實廣告 我想說廣告這個東西 是免費經濟很重要的推手 我們公司在五年前 在iPhone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在智慧一手機 在那個時候手機都智能 智商稍微有點低的時候 OK 那我們的CEO其實就 還蠻精準的看到了這個趨勢 所以我們就比較早的 就踏入這個市場 那在iPhone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順著就上來了 OK 那今年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今天其實才有機會 能夠來Coste Club encourage 就是贊助一下這樣子 OK 那比起人員數目 我實際說 因為我記得那個主辦單位 有提詞卡 他有提詞卡說 先介紹一下這個產品 然後介紹一下Engineer的數量 公司規模 OK 比起人員數目很棒 其實我比前輩都要差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我們公司 其實是一個概念 就是看你是要打正規軍 還是要打什麼 打突擊隊 OK 那我們公司在台灣 在大陸 現在擁有的users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一個台灣公司 然後目前在台灣大陸 現在擁有的unique users 大概在2億左右 然後每個月要處理 6個billion 就是60億左右的data request 以及廣告的serving 那各位應該蠻難想像 這個system 整個whole system 是有多少個人維護 OK 我們公司打的是突擊隊 剛剛講 打的是突擊隊 所以這個whole system tier now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簡單的數字 tier now大概是10個人以下 在維護整套系統 所以每一個產值非常高 每一個產值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算一下60億嘛對不對 除以10 每個人一個月搞6億 OK 所以我們公司規模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相信 一群精英 OK 可以打出一個突擊隊似的東西 當然 接下來我們逐步的 在往其他的市場 在擴展的時候 OK 我們會需要更多的人 OK 那我們職業也沒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期待精英的加入 期待精英的加入 那我們玩的是什麼呢 很簡單 好 就是剛剛說的 2億的user 60億的data request 然後每秒 大概 每秒要完成的transaction 大概在10k到20k附近 就是1萬到2萬條的速度 我們在serving我們的廣告 目前在台灣 我們算是本土最大 講本土最大 通常代表全球還有很多更大的 他也很承認 Google Google在台灣 在Mobile Ads這邊 目前是最大的 那我們算是第二 算是第二 當然要勇往的 往山頂挑戰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希望說 如果對於打突擊戰 打精英部隊突擊戰有興趣的 OK Maybe 有機會等一下可以發個問 或者說來跟我們聊聊 OK 謝謝 這個機會是有點有準備的 對 所以動作快點 大家好 我是雪爾萊克公司的shark 我的shark是被電到的那個shark 不是鯊魚的shark 大家好 那我在台上應該是深面孔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坐在這邊呢 因為我們公司今年負責CostColor 2013 早上的那個報告系統 那我們不像前面這排前輩 都變成前輩 前面這排前輩都做專業的領域做很久了 那我們其實是一間新創公司 然後我們是利用那個MFC還有RFID 在做online-to-offline all-to-all的相關應用這樣子 那不像各位請貝都在專業領域進行了很久 我們報告系統也才開發兩個月而已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公司主要在做的事情是 利用大家手上已經有的RFID卡片 比如說像悠遊卡 公車卡 然後還有那個全聯服熱卡 星巴克戴主席卡 還有那個 好 那個 好 那個卡 804放有三張卡就可以了 那就是你們手上有很多卡片 其實是那個RFID的卡片 那我們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會跟一些品牌商合作 然後讓你的卡片去連價Facebook 那你連好之後呢 你在參加品牌活動的時候 以往你參加那種大型活動 你都是要排隊 然後跟大家集餐區網路打卡 你才可以拿到獎訂 那我們公司做的就是說 我們在事前先讓你的卡片連好Facebook 所以你到活動現場的時候 你就拿卡片 一滴 然後你就可以把廣告商想要你傳達的東西 夠到Basebook 然後拿到獎訂 這樣講很無聊對不對 因為底下的人應該都不想要收到廣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活動裡面會拍照片 那拍照片還有參與感達 你拍了照片之後 你會想要跟攝影師要照片 對不對 那利用同樣的技術 也是把你的卡片拿出來 滴滴 那你剛剛跟那個比丁尼辣妹 還有跑車的合照 好 帶這個活動的相關 滴滴一下就也PO到你的Facebook去了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每一個人在Facebook上面 平均是有200個朋友 那跟你比較熟的大概60、100個左右 那我們用這個機制透過廣告的話 就是說你自己可能不覺得它是一個廣告 你覺得你在參與這個活動 但是你卻幫這個活動分享了它的核心價值 把這個活動分享了它的精髓出來 你在玩什麼 你在參與這個活動 你在做什麼 那你可能你的朋友就會在底下留言 然後可以做互動 那你就會幫這個活動解釋說 包括我在什麼什麼活動裡 然後他在送什麼獎品 用這種方式 那因為你的流程非常簡單 你只要拿卡片滴滴一下就好 時間過那麼快 好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報導的系統 好 因為那個CoastCover 以往都是開十二回報導 就是十二個妹妹在前面幫大家報導 那我之前都是CoastCover的志工 然後也常常在負責的報導出門 那我們覺得每一次都請這麼多妹妹太辛苦了 他們應該留在空廊休息室讓我們看 所以我們就想說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節省大家的入場時間 所以才會想說那我們今天用這個小的NFC貼紙 RFID貼紙來做報導 就發現今天效果好像還不錯 可是可能有一些 有遇到一些小狀況不好意思 因為剛開始第一次 那希望這個守護學以後可以幫 這種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動 讓那個開始的那個報導有可能比較順 因為搭配的是不用接著電 接著網路線的一個平板電腦 就是那個Candy現在手上拿的那一台 那台就我們公司借他 剩下14秒 好 那 其實我可以跟前輩借時間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公司其實除了這個活動的部分 是在測試市場 那我們之前做那個品牌活動的部分 是賺那個短期的收益 那其實我們公司核心想要做的生意是 現在有很多網路平台 網路商城 他們都會把人 他們想要在網路上面經營 但也想要把人帶到實體的店面來 好 那我把人帶到實體店面來了 那我想要這一些人 我們做到online或offline 但我想要再把offline做回online去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Facebook 或者是利用比如說雅霧的平台 這種用折扣券的方式 還有iPhone他們也有做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把infrastructure放在店家之後 那客人只要一個感應的動作 然後我認得出他是誰了 那我從我後端網路平台累積的CRM系統裡面 去算說他可能喜歡露肩黃色的小洋裝 搭配點點格子群 那我們知道就推薦給他 然後對他打折 然後再把他導到網路商城去購入 類似這種導來導去的方法 所以就完成了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 就是現在流行的O2O的行銷 那這是我們公司比較喜歡做的事情 那大家在那個Facebook上面打卡也會留紀錄 好像不是很好 沒有 這有一個好處啦 因為你打卡店家會想要回賣一些東西給你 所以你每次打卡 然後店家就可以從後台抽獎出來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跟那個中校新生站 有一間桌遊店就要抵入 好像在打廣告 不過社群人應該很多人都會去抵入的玩桌遊 反正從現在開始到9月18號 就是你每一個禮拜一到日 只要你去 然後用你身上的悠遊卡或全年福利卡 或星巴克會帶全新卡 或Vita Payway 或Mastercard Paypass 或日本JCP 或ADP Profile卡 去那邊用Facebook打卡一下 那當作就會抽出一款作用 每個禮拜抽 抽到9月18號 歡迎大家糾談 找我去玩作用 廣告時間結束 時間要給你真剩 就是我想大家在這個 我覺得就是 我們這次語彈者 有很多是工程背景 我覺得是非常好 就是 哪怕是做一個報告系統 我覺得工程做事就是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然後 剛才這樣子介紹一點之後 我們會開放的時間 那在座的各位 就是說 你可能對上面的公司 不管是處理報告系統 或是隱藏在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比方是一個廣告系統 或是一個正正在營運的 從KBus、Yahoo、PeaceMap 或是說做Component 或是說你在家裡 躲在你家裡的角落的一個QNAP 那總之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些產品 其實都是跟我們生活是其實相關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個年代的你我 其實是蠻幸福的 以前 如果說我們回到我們父母那一輩 到我們祖父那一輩 到祖父 在祖父那一輩 可能要參加一個科舉考試 祖父那一輩要怎樣 就是人際關係 要會做人 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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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安分 要吃得了苦 到父母那一輩可能就是要打拚 那我們這輩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說整個 我們在 我們也許用一點的 一點點的力量 我所謂一點點的力量就是那個 敲鍵盤 因為 以前 我記得我以前加班的時候 回去我都跟我媽說 媽我工作很累了 那個 我週末回家就睡覺了 我媽說 吹得很氣 敲鍵盤怎麼會累 從此之後 我完全不跟我媽說工作會累 就算加班加到包班了 還是不該說累 就是 我根本沒消到什麼熱量 對不對 你還是那麼胖 但是就是說 你看 這間看起來不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去 我 到現在我也沒辦法做很多事 但是 靠著 鍵盤 靠著 程式 靠著 網路 你可以看到可以造就 再做這些 很特別的經驗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在很多人講話的時候 眼中 從那個透露工 工程師那個說話的光 有沒有看 三彩八光一樣之類的 雖然我們知道 ATT有三張卡 但是有人講起來 感覺都不一樣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或者說你做一個服務 對不對 做一個服務是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 工程師 如果現在 因為現在很多沒有那個 股票分紅 沒有那種 科技新貴的光環 但是你做一個服務是 人家用的大 像我現在 因為我以前做的那個 餐飲做的那種手機 那種手機 但是人家問說 為什麼丟掉 然後我就說 你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丟掉嗎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工程師的浪漫 那我接下來 開放時間給再做各位 就是說 可能對於 餘繪者 有一些想法 那歡迎大家來提問 我想請問再做各位 因為工程師可能 最care就是工作環境 那我不知道 工程師的工作環境 在各位的公司裡面 是不是類似有像 Google 然後 大的building 然後喝不完的可樂 吃不完的飲食 類似吃豬子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其實我也想問 這個麥克風 謝謝 真的感謝你問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五分鐘用完 就不能接上 請 在講食物之前 我們已經講了比較critical 大家一個月在電話費上 花多少錢 這就是我們公司給的 不用錢的 好 那 雅虎現在其實 我們新的Marisa 來之後 她其實自律很多 在innovation 我們就先從工作 講起 不要叫講師 這樣可以 好 那創新其實 這是engineer最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 如果叫每個同學回家 然後在港牆 在corner 做個operation的工作 你可能錯覺了 可能就不好意思 跟媽媽說 我很累 很辛苦 很辛苦 那 Marisa來之後 有做了幾個change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公司現在 早餐 午餐 是提供的 從Yahoo Global有個company 聽說新加坡 在某個site 只有三個人 還是給他午餐 我們還是給他早餐 那我們公司 真的是有喝不完的可樂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可樂 這種很 很 不健康的東西 哈哈 我們有很多 非常統一超商 或者是統一有機 有機飲料 對 有機飲料 我們還有 還有椰子 我們還有那個什麼 五股有機支 非常多非常多 好 那我們公司其實 除了這些福利之外呢 還有 為了 不是只有吹能機 跟打鍵盤 表示你真的很累 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 有很多道具 用掉 這個是job bomb 這個是會記錄你每天走幾步 你的心跳多快 你晚上睡覺多少 多早睡著 你的潛眠跟生眠有多少 然後有個網站可以讓你上去看 到底你有沒有就是吹能機跟打鍵盤 所以我們的工作環境非常的好 在南港 我們是去2011年剛搬到那邊去 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是比Google好 因為我去過Google 我以前是Google 以前的公司在Google的Client 那我去過Google 在常路Google的先搜人 我覺得我們南港的Office超棒 非常新 然後呢 我們有很多社團 那我們每一年都有辦工程部 雖然都是宅男 我們有辦運動會 所以我們有籃球比賽 我們有雨球比賽 今年本來是要馬拉松比賽 後來很多人都說明年再辦 我們先練習 所以其實雅虎這邊的工作環境非常的好 那Marisa的動機 絕對不是要把你養好 她是希望你在 閒暇附近不用去mease 不用去想說我到底有沒有運動到 你的閒暇時間都在想 Innovation 我們每一季都有創新的比賽 在Internally 那年底12月在雅虎 有個非常大的conference 是我們Internally 叫做Tech Pulse 這個是讓你去寫paper 告訴我們你Innovate了什麼東西 然後是會得到最大的榮譽 可以跟Marisa照相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雅虎的工作環境 希望你不回答大家 這位同學有問題 這就尷尬 回答您的問題 OK 這一定不能 我絕對不能想盡辦法的 把話題拉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 很難跟郭哥們一樣不一樣 我相信這是台灣很多公司的實際的狀況 特別是福利 有的時候比較沒有辦法這樣子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我們公司會很有心的在做這件事 我舉一個例子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看到工程師 千萬不要看到CTO的位置 因為你的辦公室是全辦公室裡面 最爛的一個位置 我們把最棒的位置留給engineer 我們公司在松山機場旁邊 所以就天天看到787在那邊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然後我都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的office剛好距離 我們最大最漂亮的落地窗 就是朝向這個松山機場那邊 那片落地窗裡面最遠的位置 OK 好 所有的engineer都坐在外面 可以看到那片落地窗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漂亮的 那邊好像是一條河吧 OK 但是它基本上是在機場 然後看過去 我們相信說一個心胸 一個透明 一個心胸開闊的工作環境 可以讓大家的mind 在很辛苦的時候可以更clear OK 這是我們的想法 但是其他的東西 你說喝不完的可樂 我沒有啦 那吃不完的東西 我沒有啦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喝不完的雞精可能有 因為大家會爆肝嗎 OK 那我就舉個例子 這邊作為andy 我想請其他行為都要有時間 希望可以 就一次一下這個issue OK 我個人是這樣子 我其實經常偶爾 偶爾會在廣告的場合 因為我們做廣告很好 偶爾在廣告的場合 偶爾在這個 創業的場合 偶爾在技術的場合 做一些technical sharing 或者是一些分享 通常都會拿到一些獎師費 OK 那我們公司的慣例就很簡單 獎師費回來 稅得要自己付 因為獎師費有稅 對不對 但是呢 錢得要捐出去當下午茶基金 然後有一次呢 我經常信徒會這樣 就捐捐捐捐 有一次有一個同事跟我反應 他跟我講說 小黃啊 大家都叫小黃 小黃啊 那個好像下午茶喝得有點胖 就是不太健康 大家都吃那個 順丁吸二酸的那個 那個奶 那個叫什麼 珍珠 OK 然後有一次呢 我也想都沒想 我就聽到這個feedback 那你知道嗎 小公司就怎麼樣 用feedback 立刻靈活反應 對不對 下一次回來 我就去參加一場 回來 我就直接拿著信封 就交給了我們的總務說 這個 給我拿去買基金 OK 結果呢 三天以後回來 我進到辦公室 嚇一大跳 因為那基金隊像山一樣 原因是因為那一場 剛好兩三萬的樣子 那一場整歲很豐厚 兩雙人 連信封連開都沒開 我就給他 然後結果他買兩個品牌 為什麼 因為白蘭市面買完了 OK 到目前為止 很抱歉喔 那個是一年前發生的事情 我說實話 到目前為止 各位 如果有機會到我們公司 indeview 或whatever 你會看到我們桌上還有一些基金 但是快過期了 所以最近我在催大家喝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這一次是事實 因為來如果有來 你會看到 OK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 我們盡我們所能在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 The rest 就要看其他的部分 OK 可能在服役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做的 跟Global Company一樣那麼好 但是我相信 我們有盡我們能力 在做該做的事情 謝謝 這個問題 看起來這個麥克風有點燙手 OK QNAP這家公司 其實我們公司 也同樣比不上 Yahoo跟Google 好 那我們也是 算是有點尷尬 可能還更不尷尬 有沒有基金 我們 原則上是這樣子 公司 其實坦白說 也是算是蠻賺錢的公司 但是我們把這些 都回饋到真正的這些相關的分紅 以及後面 每年 像舉個例子 去年 今年年出的那個 火牙 我們抽的是 50台55吋電視 那這一部分 其實這個比例 基本上是 每四個人 就有一個人中獎 還有一大堆的 實際的獎品 這些是我們把它換成 比較實質的比過 但是要說 喝不完可樂 跟那個 比較沒有 可能有 每天固定有便當這些事情 就是加班的便當 這個大概是比較康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當然就是比較比不上 但是我們是蠻希望說 把這些實質的 就是 benefit 回饋到每個員工自己 包括工程師 包括工作的環境 其實我們蠻願意投資 像我們每個工程師 不管是筆電 或是說 那個 Tablet 大概都一大堆 那這些其實 包括NAS桌上擺了一整排 用都用不完 那這部分 就是我們還蠻 樂意去投資 這些相關的設備 但是個人的部分 我們把它變成實質的圍困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相信很多技術人員 一定都會想說 就是Google 或Yahoo 那樣吃不完的東西 或 我其實自己也會想 但是 就是 在他就那個錢的時候 就先不要做那些事情 那我們 我們 我們比較 比較走的是 靈性的路線 就是 這是什麼 我們盡量讓大家 感覺是你是 玩在工作裡面 那 所以呢 其實在這次的 那個擺攤裡面 你看看我們帶了一台 那個夾蛙機來 那 那也是我們的 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商品 那 我們 我們先 弄了一台夾蛙機 然後 也因為 慢慢做 做出一些名聲出來 所以 有一些 廠商 在跟你合作的時候 常常會提供一些比較 新奇的東西給你 像 HTC有時候就會拿 五六支手機來 或是 或是 可能 今天我們因為想要做直播 我們去買了什麼樣的設備 然後 什麼 就是 在嘗試器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會 不斷讓工程師 玩到 他們想要 玩的這些 我所謂的玩具 那 之前也是 我們有跟Sony 合作一個 一個 內容的制度 那結果 他就拿了一台 他的3D電視來 那現在也是 擺在那邊 不斷的播 MOD 就是 類似類似這樣子的 玩具的東西 我覺得 比較適合在我們公司裡面 給大家一個比較 玩在工作裡面的一個感覺 可能有些人 知道我老闆是誰 所以 其實我們公司蠻堅持 一定要免費吃的東西 他比我 就是 我剛剛這樣喵一眼在現場 那一次好像沒來 但是 好像比現場所有都大吃 這樣 那 那 對對 不定 他比Sleeper還大吃 還有 不定更厲害 那我們公司是有 吃不完 也是有吃不完的零食櫃 然後 不健康的可樂 跟 統一食品 這樣 我應該前陣子被投訴 所以 辦了減重比賽 然後有獎金 然後 得到獎金的那一組 好像在減重比賽完以後 又去吃了 對 那就 工作環境來說 其實我們就是 辦公室 我們剛好跟雅虎在旁邊 這樣子 那我們住在南港 那 我們那時候就是希望說 辦公室 每個工程師的位置都搭檔了 不要 大格局 讓大家坐起來舒服 那我們老闆 自己就是喜歡那種 很開放環境 讓大家溝通都方便 大家就這樣子 謝謝 Rs Components來講 我們是一家電子商務的公司 我們很多的業務都是 很多客戶都是跟我們在網上訂購 所以我們的工程師也是災難災禮 基本上就是 很多時候在網路上面 就把他們自己所做出來的 東西就是花時間在 他們的QP Code裡面都經常在上網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 Web Browsing 還是 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其實 老實說他們 在我們Rs Components 經常就要在網路上面 要找很多創新的方法 來怎樣 幫我們的原廠 那邊推很多不同的原器件 包括了像Raspberry Pi 等等 那他們要經常 他們會有很大的靈摩性 在Rs的編譯 可以嗎? 可以嗎? Eric我們其實想幫你們推 一個新的Mbed Cortex的平台 我們想做一個 我想買一些原器件 做一個 我們最近就把一個 Kinect的遊戲機 這個Sensor 把它用一個無線的遙控 我們那個Mbed的遙控車 那你只要你的手掌 往前往後 它自動會感應到你的方向 那這個學生就跟我們說 欸 我們的工程師跟我們說 要買很多原器件 那我們基本上就說 欸 好啊 你就可以好好利用我們的員工 又會打折 那我們就基本上 30% off 那之後 隨時就叮購 然後他們都經常花時間 就把他們所做好出來的創意 拍了一個YouTube的影片 所以呢 其實我們RS 在我們這邊 服務的工程師都 都靈活深 他們都蠻大 他們經常都可以 自己主動的提 提出一些 新的創意出來 然後就把他們的 所做出來的東西 變成為 可以上載到網站 YouTube 等等 都可以跟很多 其他工程師去分享 所以 基本上我們公司的很多的 工程師都非常是 靈活 都是戰爭戰爭的這樣子 我想這個 我想 當然 這個討論不來 大家應該多少可以感受出來 其實工程師是一個 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族群 就是 你看就是不管 從心靈的角度 從物質的角度 工程師族群其實是 我覺得真的很不同 就是在意的是成就感 在意的是說 我的想法 我的生活 是不是可以融入在 我關注的東西上 那 也許呢 你有個物質可以去襯托你的精神 但是你的精神呢 也許呢 可以把這物質帶來一個 更不同的變化 欸 這句話是廢話 其實還要 不行 講錯了 然後 所以我覺得 這是 蠻有趣的一個 就是 可以看到說 公司不管規模大小 不管是在 location 總共是在台灣 還是在 其他區域 其實可以看到 各個公司的不同 但是這些公司都有 共同點 對Cost Hub 都有一個非常正面的效應 那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就是說 現在有 我們看 如果說像我們看D Hub D Hub 平台上有很多台灣人 台灣的 contributor 那 這些台灣人 contributor 他可能是改善某一個項目 或是發布一個 有趣的APP 或是 去提交一些BUG 那我想問在座的各位 就是 像 衛工時代 有沒有是說 透過 open source 的 我說 從open source 的contribution 去看 挖掘到潛在員工 或者說 就是透過open source的方法去培育 或是 掌出 可以跟你一同 時間夢想 然後融入這個文化呢 基本上我們RS的有一個 最近推出了一個 新的叫 Design Share的平台 Share就是說 分享 就很多他們都會 上面就是特別會 open source 來做出來的 中文網站 這個中文網站 就可以讓所有 用中文資料 做 分享的 工程師 就可以上載自己的 變化 變成的這樣子 來做share 所以其實我們的 RS來講 基本上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 Design Spark的平台 可以讓他們 讓所有 利用到 開源的工程師 會互相分享 這個 他們的相互 而且就是 從那個 概念 到一個量產的 一些 不同的節目 都有 一個寫作 他們的一個 指導 在一個網站上面 可以做到這個 分享 open source 的東西 好 剛剛主持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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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剛剛一開始 在開場的時候 有提到說 雅虎在 我們做的其實滿大的 contributor 那我們在建立很多 像要YEY 或者什麼 FINTO的這些平台 也就是再回饋給這個平台 那是不是在這裡 會做一些旅行 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 在這裡的目的之一 也希望在這邊可以 要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 用在要我講的同學 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也要自己本身 除了像Costpar 這樣子的conference 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 tech conference 像我們HR會舉辦一些 比較closed door的tech conference 我們引拜在座各位的我們高手 到我們公司去 第一 去看一下 我們問題人走掉了 看一下我們公司的很好的福利 第二 去了解一下我們的technology 還有我們公司很多 在制定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 open source這些在座各位的 我們告訴我們 是非常welcome的 我們這邊其實 我們這邊其實 基本上跟open source這邊 有相當的closed的關係 像我們針對比較底層的 像iSkashi這邊 也好或是像HA這一部分 還有FBS這一部分 我們都有跟相關的這些開發者 有非常密切的co-work 那在我們公司裡面 其實也有好幾位 其實我們公司也算是一個大董 有非常多的外 又不同種類的人 包括R&D 包括業務 包括行銷 那在R&D這邊 就是工程師這邊 其實我們有好幾位 來自於原本BSD 這個領域 FreeBSD這個領域的一些高手 那其實也有很多外 包括從巴西 然後包括從歐洲 來參與我們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倒是跟open source 這個部分 有相當多的人才的交流 那我們當然 來參加postcard 也希望是有更多的機會 來延展到更多 在open source這個產業的高手 謝謝 八個人的一個技術團隊 更正 八個人園運領設置的團隊 其實在 為了實際的所在contribute open source上面 其實我們認為難度 是稍微高一點的 雖然我們內部使用 非常多的open source的項目 包括其實OK 一個startup 大概從以前到現在 很難使用非常多 controller的東西 你可能就知道open source的什麼instack 開始一定會跌上了 那其實我們有看到一些狀況 我們也會看 我們也會 feedback一些資料 到 maybe stack overflow 然後上去回答一些問題等等 但是我也比較 很刺激地說 genel 我們沒有在做 沒有辦法 有那個 energy 去做open source的 contribution 或是說去甚至去當這個 computer whatever 但是 其實我認為小公司 另外一個好處是 你由 我們要求每一個 或是我們鼓勵每一個 engineer 他必須要go open mind 以及他可以隨時隨地 玩一些 別人不敢玩 或者是一些 比較advanced 或者是比較一些 新的technology 原因是因為對我們來說 fail不是一個大問題 也不過就這樣 對不對 你能夠fail多少 你能夠造成多少的困擾 其實難度 問題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我們會很 encourage 我們的engineer take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maybe是新的open source technology 進來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在整個open source的community當中 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高手 他是喜歡 或者是可以帶出新的衝擊 因為我們相信 在一個地方待久了以後 即使有像送戰機場這種漂亮的地步 但是mine容易首先 當今天有differentmine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create different的火花 這是我們的開放 謝謝謝謝 我稍微打斷一下 JSERV才有下一個session 所以我稍微點替一下 那我也徵求了大會的同意 我們可以繼續用這一間場地 所以我想要爭取一下 各位語談的時間上 OK我們再多個30分鐘 或20分鐘 我相信繼續願意留下來的 有可能會想要問更精彩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想要玩的遊戲就是 我們能不能把錄影關掉 因為第一個場地在玩不准錄影 那我們也來玩一下 那如果各位待會是想要繼續問問題的 那可以留下來問 那台上的語談人也都會繼續跟各位互動 那大家可以坐近一點 所以30分鐘還OK嗎 各位還OK 好那如果待會沒有問題 我們就提到結束